當然我們現在有責任跟義務要了解你現在跟美國的 你做一個communicator 你是怎麼在解釋我們對美國的外交政策 怎麼解釋美國對台灣各種關切的議題 創立的法國會.? First,我先提 THERE 防衛兵HASIA 的道德 不講解 但是我觉得国会变堂 我刚刚您有机会 我随下给您回答 如果我们可以问任何语言 阿borigines in the legislature 他们说阿borigine语言 他们有不同语言 所以我希望你解释 如何回答到美国的询问 如果您是在美国 如果您是在美国 我一定会答应在美国 但现在我们在中国市中 所以我们会想 所以我们会想 要求看 Mandarin 我会想你第一次答应 可以答应 我会想你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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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必须 要解释 我们必须解释 我们必须解释 我可以说 你答应 我可以说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respond to let the Taiwanese people know how you communicate with the American power parts. Not everybody in this room understands what we said if we speak English. Anyway,I'm going to continue my questions. Now the U.S. government, some people have raised concerns that greater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has led to leakage of military technology,intelligence and other secrets from Taiwan to China. How do you explain our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is? You want me to answer you the first question? Okay,the role of rebalancing,the role of Taiwan in rebalancing and pivoting towards Asia. I'm going to answer you in Mandarin,because here not everybody can understand it. But don't waste my time,just answer the question. So, I think I've already said that in the report, we have to look at what we have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what is the role?What is the role?What is the role?You say we need to find a role.So what is the role in your vision?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question. I assume you thought about it long and hard before you went to the States. For example,I say that श. The movement between theкра fri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re in the upper line that bordering towards the above-습니까. The CRAW number of theets, only one or two Ioan Republic on unos аанд negatif You mean there is way to identify theuds. Whereas until the war,weep the Union will fight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очkey toaguese, Taiwan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Pope and the Allies of Mexico. But you know? But you know… 美国人有关联系国人听有关联系的疗问 基督我讲到大家会有关联系的疗问 和求分类的疗问 对不起,我刚刚因为觉得在场我们其他委员 大家都应该可以了解您问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委员 我想这个总裁跟我从来没有在东海或南海的问题上跟中共联手 这个是政府一再公开宣示的立场 谢谢周伟,请大使 大使,因为我早上不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答委员 可能很好奇为什么上个月特别回来一趟 我已经回答过一次,如果我再回答一次会很乐意 原来外交部就是有一个台美专案,年度的台美专案 在1月6号以前要 这是外交部内部的专案吗 没有,是台美双边的专案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有既然得知大使回来了 我特别问了美国官员 说最近what's going on有什么重要的事 非要驻美代表回来不可的事情 他们想半天也说不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包括我也问了说是不是媒体报导的这位官员要来 好像也没有 因为是1月6号以前原来 第一次要我是1月6号以前回来 是第一封电报 后来因为我有当时有重要的公务 对不起 12月6号 对不起,昏掉 12月6号 对啊,那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专案呢 这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专案 你非要先 因为明知道委员会也有邀请大使回来嘛 不能够两个事情并做一个trip这样回来嘛 没有,我的意思刚刚讲错了 不是1月6号 这样会搞昏掉 我是说在任何在外交部 对不起,不是外交部 在这个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啊 这个邀请我回来做专案报告之前 我们就有一个年度的台美专案 有一封电报要我12月6号 所以但是如果是跟美方的 为什么美国官员 我不知道您问哪位行政部门 问到了对人没有 那应该是相当层级也掌握台美关系的官员 那跟我知道的不一样 对啊,那说那一个时候你非回来不可 我也觉得是 没有,后来我12月6号也没有办法回来 所以我才正好又改到12月9号回来 那当时在去年去美国到现在 到立法院报告以外 你总回来几次 这是第三次 扣除立法院的报告 等于是一年中回来了三次 对 一年三次 其实频率也蛮高的 一般住其他国家的 有两次都是立法院要求 那我这扣除立法院的报告啊 你回来 就是12月初的那次 是的 好,接下来请问 因为我特别也把去年的这个报告拿出来 跟今年的做一个对比 我觉得整个报告内容 大概是大同小异 感觉不出,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当然你们奉行所谓的零意外跟低调的一个政策 那真的是非常的低调 因为我们在看美国重要政府官员 从总统下来到这个国务卿 等这个官员针对 不管是像亚洲转向啦 或者是rebalance的政策里面 经常就跳过台湾 对台湾是忽略不提 那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像连最近这个ADIZ的问题 其实在美国的媒体报道非常的多 那我也观察到多数的媒体 其实只讲到中日韩的纷争 也经常忽略台湾 有一些提到台湾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也都把台湾纳入成一个其中的厉害相关者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低调 我们在台湾的新闻也很少看到 大使针对台美关系 发表什么重要的政策谈话 我们从台湾的媒体看到 你的新闻大概都是 就是骂我们的邱昭伟 不然就是组长修理王院长 那对于台美关系 或者是说搜寻国际媒体 像最近这个ADIZ的事情 国际媒体我只找到一篇 Google找到只有一篇 是你们的好像是副代表投书 去投书 讲一些台湾的东海和平倡议的立场 但这个投书是需要做的 这个至少比之前修理王院长 这个是比较正面也更积极的一个作为 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你在 这个美国重要的媒体 或者是智库里面的发言 那所以这个低调 真的是低调到不行 那我们甚至 我也问一些美国的朋友 其实美国一开始 真的是非常欢迎金纳斯去 说真的他们也希望一个 这个总统信任 而且对台湾政策 有关键的影响力的 一个这样的人 在当驻美代表 美国当然欢迎 可是我现在开始也听到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 认为说你跟你的前任元健身 来做对比 说You're not as active not as effective 我知道你现在你不愿意用英文来跟我对话 但是我自己来翻译 就是你的活动力跟你的效力 都不如你的前任元代表 但这样讲也许不是完全公平 因为毕竟他在外交界 在华府这么多年 他的朋友 他的人脉 到处都是 他累积一定程度的人脉 来担任这个代表 所以这个效力 他当然是比较强 可是活动力 像我来光看你们Tekro 驻美代表出一些对外的 这个新闻 发布 来做对比 以前元代表 常常在一些智库 演讲 在一些社团 其实能见度还算相当高 但是 金代表 金大使 这个跟前代表相较来讲 真的不是那么的活跃 我在看这个工作 其实你这个驻美代表的工作 是我们全世界所有驻外代表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